结果把他给打的 这郭伯承揍啪又起来 揍啪又起来 浑身都是血也不曲谱 这洪师傅一看还真行 你有当拳王的气质 技术不好可以练 如果意志力不行就完了 你看你摆着不挠可以 然后带着他练拳 最后他终于打成拳王了 对了 就是这样啊 不要 就像这类的 我们说硬励质电影 没有偷鸡取巧的余地 你往前每走一步 都是血雨汗的付出 所以我说是 软硬励质电影不一样 一个是心灵鸡汤 一个就是肌肉 告诉你怎么成功 那么呢 我说到这儿呢 可能有的朋友 感到说是 那你刚才说 这个软励质电影 说这个笨蛋 普通人都能获得成功 这让我们有代入感 那这硬励质电影 都是这些强者 每一部都血雨汗 在一般人弄不了 那看这类电影 它是怎么实现代入感的呢 那我们怎么看硬励质电影 也能代入感觉 血脉奔章 受到鼓舞呢 这就是硬励质电影 就是强者励质电影 它的一些技巧 它技巧是什么 怎么让你产生代入感呢 这里虽然是强者 作为主角 但是这个强者 是有瑕疵的瑕疵 说白了 不完美的英雄 是那种 食用不济的英雄 他身上有 各种各样的瑕疵 这些瑕疵呢 虽然说我们做不成强者 但是强者身上的瑕疵 或者说强者遇到的困境 却是我们普通人 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 所以他通过 对这些的苗目 让我们实现这种代入感 我举例子 比方说这个困境 就是强者身上的瑕疵 困境 体现在什么上 有外部的困境 有内部的困境 这外部的困境呢 这里头是郭富城呢 原来是一个 挺有正义感的人 我今天年大考发成绩单 我成绩很差 不知道怎么跟我爸交代 刚好碰上那三个家伙 他们跟我同学要保护费 我打他们 结果他们全进了医院 法官判案的时候问我 你知道错了吗 我说 如果再让我碰到他们的话 我一定会再打他们一顿 结果被判到教导所 所以我全家人移民 我不能去 所以他遇到了一个 这么老了不疼 舅舅不爱的这么一个困境 这是外部困境 那么强者经常遇到的 内部困境是什么呢 来自自身的这种压力